迪丽热巴主演华语剧收视榜TOP10 长歌行以6.2的成绩位列第5 失败多达5次 最低分仅为3.0 迪丽热巴 吴磊主演的古装剧长歌行 虽然是4月最火的国剧 但播出效果却不如预期 沉默的 回顾迪丽热巴主演的鲁剧 1001夜幸福触手可及都是话题度 但评价似乎都不是很好 以下由迪丽热巴主演的华语剧 均在收视前10名中 长歌行以6.2分排名第5 失败分高达5分 最低分仅3.0分 10 美丽的李慧珍豆瓣评分3.0 美丽的李慧珍是2017年热播的甜宠剧 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源早播了几个星期 那个时候已经让迪丽热巴声名大噪 随后三生三世一炮而红 2017年创造了迪丽热巴红星的盛况 该剧累计网络播放量达到81亿 美丽的李慧珍改编自韩剧 它很漂亮 故事大致相同 热巴饰演的开朗可爱的李慧珍 也很讨人喜欢 其实还蛮好看的 不过这部剧在后续的过程中 也引起了不小的麻烦 当时热巴和杨子同时被提名为 2018年的精英女神 但热巴却涉嫌买奖不仅拉低了形象 也让节目的评价直截了当 秋天是故意低分 所以最终豆瓣评分只有3.0 9 秦始李的名字叫月心豆瓣评分4.6 秦月之心是迪丽热巴和张彬彬 再次合作的古装剧 改编自秦始皇明月传 以秦始皇的政治胜利为背景 讲述了嬴政与公孙丽 荆轲与寒申之间的爱恨情仇 纠缠 该剧是热巴 张彬彬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园中 走红后开播的 当时的迪丽热巴人气很高 同时还参与了综艺节目 奔跑巴兄弟的录制 让他成为当年的闪亮明星 但秦始李月之心的播出效果并不好 除了服务花岛被诟病外 剧情丑陋血腥 虽然累计在线播放量45亿 但豆瓣评分仅为4.6 8 1001夜豆瓣评分5.2 由迪丽热巴邓伦主演的都市言情 剧1001夜网络播放量累计达到80亿 两个热门的主角真的让节目更加有趣 热巴在剧中饰演一位奇幻情人 傻白甜00奇很可爱 演傻白白也不会反感的女演员 热巴和邓伦之间的火花也很强烈 满满的高糖度 还有很多搞笑的情节 真的很好看 而且播出的时候讨论度也很高 可惜节目还没完结未完待续 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让人无法理解 评价瞬间下降 豆瓣评分只有5.2 否则就是一部好甜剧 7.幸福触手可及豆瓣评分5.2 幸福触手可及一开播就凭借 敌力热巴和黄景瑜的超级火花 瞬间成为热播剧 热巴第一次尝试霸气职场姐姐演技和原创台词 更是被夸赞 首播豆瓣评分6.2 然而播出后观众越来越无语 配角们疯狂加水 6.火之歌豆瓣评分5.8 古装剧烈火之歌的豆瓣评分也失败了 该剧改编自明小夕的同名小说 是一部经典的古装武侠故事 却被网友评价为近年拍的不好的小说改编 如歌如火不仅剧情薄弱 迪丽热巴和周渔民也没有什么火花 完全没有剧迷的感觉 而且两人也没有小说中人物的气质 而且人物设置不在圈内 这部古装偶像剧最有CP感 就算剧情一般 只要主演的火花够强 还是值得一看的 比如谭松韵任佳伦的锦衣之下 但火如歌有剧情 有CP感 非常弱 5.长歌行豆瓣评分6.2 长歌行豆瓣评分6.2 不高也不低 虽然是最近最火的鲁剧 但播出效果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与前段时间的知否相比 累计在线播放量为26亿 如果有缝隙 就会发生火灾 小编还是极力推荐长歌行 拍摄非常用心 剧情节奏流畅 迪丽热巴和吴磊的角色演绎都获得好评 只是CP感不够强 可惜CP话题被赵露丝和吴磊讨论 刘雨宁的两个配角被拉开 4.逆光之恋斗瓣评分6.4 有没有人看过2015年迪丽热巴主演的奇幻爱情剧逆光之恋 该剧改编自王寥寥的小说你很暖逆光而来 该剧作为制片人 讲述了附加千金江丽死后化作鬼魂回到家中查明死因 揭开不为人知的秘密的故事 的故事 虽然这部剧的设定创新 剧情改了 差评满满 但还是有不少人在为迪丽热巴追剧 她饰演的江丽 是掌中的小公主 生活在一个没有坏人 没有伤害的童话世界 热巴早年饰演过很多富有的女性角色 三 麻辣变形剧豆瓣评分6.4 迪丽热巴主演的鲁剧麻辣变形剧网络播放量98亿 有多少人看过这个节目 故事讲述了关小迪 梁大伟和朋友们经过残酷的训练 一步步成长为新世纪保镖的热血故事 当年这类热血青春剧非常火爆 比如旋风少女 热巴在麻辣变形计划中饰演叛逆 性感 妩媚 美艳的暴力少女关小迪 人物设定充满魅力 很多人都喜欢克拉恋人中中巴饰演的火辣女配高文 关小迪和高文很讨人喜欢 很多人都在为热巴追剧 二 六门豆瓣评分6.6 六门是热巴2016年主演的古装剧 当时她还没有凭借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园走红 这是一部以明朝中叶为背景的古装侦探剧 以北京命案背后暴露的线索为主线 讲述连环命案引发的骇人听闻的阴谋 盗贼的故事 迪丽热巴饰演的苏宜清是一个性格豪爽 智慧勇敢的英雄少女 她从小被齐王收养 她肩负着保护齐王安危的重任 对流方们的快神里也情有独钟 这部剧虽然不火但豆瓣评分是6.6 一 三生三世枕上书豆瓣评分6.7 由迪丽热巴主演的评测冠军卤剧是三生三世枕上书 豆瓣评分6.7 累计在线观看量83亿 是2020年上半年的小火古装剧 由热巴高伟光主演 带来高话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